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复习 静力平衡 然后介绍一些它的 特殊的一些条件 会加快我们 对物体受力的分析 那什么叫静力平衡呢? 它的意思就是 不移动 就是静止 静止 静止的话就是没有移动 然后也没有转动 这样就叫做静态 那不移动的话 意思就是合力为0 这样子 那聪明的各位一定会想到 合力为0 其实它也可以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其实 也可以是等速度运动 那这两个都对应到合力为0 那不转动的话呢 一个物体 它在静止 在桌上 它没有转动 那就是合力举为0 那就是合力举为0 力举 造成转动 那 就像这个不移动 它是合力为0 但是合力为0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转动的状态没有变 没有越转越快 或越转越慢 这种叫做 等角速度 这在我们的等速运动 这在我们的等速运动 有介绍 角速度 那就是说 转多快嘛 一个是走多快 走多快是移动 转多快是转动 那移动如果没有越来越快 或越来越慢 这样就是合力为0 没有加速度 那如果是转动 没有越转越快 也没有越转越慢 那这个叫做 没有角加速度 它维持等角速度运动 那所谓的静力平衡就是 不移动不转动 这样子 专注于不移动不转动 但只是我们 稍微补充说 其实等速度等角速度 也是可以分别对应到 合力为0 以及合力举为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 介绍一下 再分析这些 平衡 这个合力为0 和合力举为0 它分别会有一些特殊的 性质可以记起来 那 两个力量的 就比较简单 在国中的阶段 你就已经有处理过 两个力量平行 我们还是稍微复习一下好了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方块 然后 一个力量往上 一个力量往下 当这两个力一样大 它就不会动 然后 可是如果说 你让它 稍微的错开一点 稍微的错开一点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转动 对不对 所以 转动 这个就是你们国中学过的一些 移动转动的 处理方式 如果说我们的 上面 往上这个力比较大 往下的力比较小 那合力 就会是 F2-F1 对不对 那如果下面这个力局 我们以 我们先不要 没关系 我们就用F2-F1 然后我们以这里为支点 那是不是就是 这一段力比 这一段力比 乘上F1 乘上F2 然后去减掉 就减掉这一段力比 去乘上F1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分类颜色 这样更容易辨别 是不是 就是力局 如果你以这个三角形 为支点 那它就是有两个力局 那你要算合力局 就要把它们 力乘上力比 然后再做加减 我们给它编号 这个叫R2 那这个叫R1 这样子 那所以两个力的 两个力的 各位应该是蛮熟悉的 那 接下来我们介绍三个力的 三个力的 平 合力为0 和合力局为0 那在这里我们要说 非平行力 因为如果三个力都平行的话 就太简单了 如果三个力都平行 像这样子 三个力平行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三个力平行的话 对各位来说也是不难吧 好 像这样 F1 F2 F3 那你算合力是不是就三个力 互相加减 F1加F2 扣F3 这样而已嘛 那如果说你要算力局的话 是不是就 你就可以选一个参考点 然后一样拿去算它的力弊啊 好所以 这个是平行力 这叫平行力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 那我们要介绍的是 非平行力的情况 那非平行力 非平行力的话 它的合力为0 就会有特殊的情况 我们先把它的特殊情况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 同学可以自己去思考看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性质 如果非平行的三力呢 合力为0 那它一定三个力可以形成封闭三角形 那它一定三个力可以形成封闭三角形 如果 如果 它有三个力 然后 这三个力不是平行的 那 当这三个力合力为0的时候 三个力一定可以平移成封闭三角形 举例来说 我们这里有一颗球啊 然后我们让它靠在墙上 然后我们用绳索去拉它 然后我们用绳索去拉它 没有到球星 我们要到球星 这条绳索去拉它 然后呢 这个球就这样靠在墙上 那我们知道说 它有受到重力 那前面我们有影片介绍 重力对这个均匀的球来说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作用在重心 所以它有一个重力叫W 然后呢 绳子有它的绳张力 T 那只靠这两个力 球是不会平衡的 还有一个力 跟墙壁之间的正向力 这是接触力的一种 墙壁会去推这个球 好 那这三个力都作用在这个球上 然后呢 他们 这三个力呢 一定向量合啊 加起来要等于0 因为它是 合力为0静止的状态 那我们就可以把 这三个力看成是 向量 那你就可以这样写说 W 向量再加上 T向量 再加上N向量 这三个力合起来 要等于0 诶 那这样的话不就是 一个三角形吗 就是 向量 最后会绕回到 出发点 这样它才会是 加总为0 嘛 我们就可以把这三个力呢 做平移 不过我在画的时候 好像没有特别的去遵照 它的 大小 应该大小要特别注意一下 刚刚在画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它的大小 这三个力应该加总 要是0 那 因为这个向量 才会符合上面这个条件 嘛 就是从 这个出发 然后到这里 再到这里 最后再回到原来位置 或者是 对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 它一定会绕成一圈 一定会绕成一圈 最后加总回到起点 就回到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如果它今天是三个非平行的力 那当它合力为0的时候 三力就可以 平移成封闭三角形 这样子 好 那再来呢 第二个情况 也是一样非平行的三个力 那它第二个特性是 就是当它的合力局 为0的时候 那三个力延伸 延伸线 一定会交于同一点 这个我们称它为共点 这个我们称它为共点 为什么会说 三个力的延伸线 通过同一点 那合力局就是0呢 因为呢 我们可以以 刚刚的这个 来看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好 当我的这三个力 我如果把它 像这个张力 T把它延伸 糟糕 糟糕 把它延伸之后 变这样子 就延伸线 然后呢 我们也把我们的 正向力呢 延伸 对 然后还有这个 重量 重力也延伸 那你就会发现 它交于同一点 交于这个球星 那如果你以球星为支点 那它一定就会是 没有利弊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以球星为支点 这三个力 T啊 N啊 W啊 都没有利弊啊 没有利弊 利局就是0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三个力 交于同一点啊 那 如果不交于同一点 会怎么样啊 我们一样再把这个图 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修改一下 或者 我 这种情况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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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它修改一下 然后 角度都一样 角度都一样 但是呢 我们不要让那个绳子绑在这里 我们原本绳子绑在这 但现在我们让绳子绑在这 放在这里 那这样一来呢 绳子的张力 还是要向着绳子吧 可是这时候你如果把 张力的延伸线呢 画出来 它就没有通过球星了 然后 我们也把正向力的 线 延伸线 画出来 然后以及再把 重力的延伸线也画出来 这样子 那你就会发现说 他们并没有交于同一点 而是 有三个交点 分别是 重力 和 成章力 交于一点 然后 正向力和成章力 交于一点 然后 正向力和重力又交于一点 那你这时候如果 还是以球星为支点 你就会发现说 只有正向力和重力 有通过支点 那变成说 我的张力没有通过支点 这样的话 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 它其实就会变成说 如果你看球星为支点 那张力就会想要让它往右 往右转 对不对 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球 如果是这样子的 受力 它的那个 线是绑在它的最上面 它应该会向右转 然后最后变成 类似前一个图的平衡状态 或者说你如果是 把 支点设在 把支点设在最上面 把支点设在最上面的时候 是 重力 有通过支点 对不对 重力延伸线也通过 紫色的三角形 然后绳张力也有通过紫色三角形 所以这两个力的力弊是零 但是这个 正向力的力弊就不是 那所以它会变成说 正向力向左边 那你这个上面的 紫色三角形为 转轴为支点的话 它就会想要 这样子转 对不对 正向力 就会想要让它 这样子转 所以不管怎么样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 要 顺时针转的一种趋势 所以这样的话 合力举就不会是零 所以像这种情况 就叫做 三力 非供典力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 三力平衡的特性 好 那关于这个 封闭三角形呢 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使用正弦定理 那这个证明我们待会再说 关于这个合力为零的时候 如果是只有三个力 那三个力可以 形成封闭三角形 那既然是三角形 你就可以用正弦定理来处理 好 那我们另外一个重点是 合力举为零的话 那如果是只受三个力 那这三个力的延伸线 一定会交于同一点 否则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力 有力弊 至少会有一个力有力弊 那它就会造成力举 所以如果三个力都没有利弊 那一定就是他们交于同一点 那这时候就没有力举 合力举就是零 它就不会转